今天我们分析一下,不懂战略多可怕 开工没有回头见 就在今天呢,瓦格纳集团已经决定说 从莫斯科去莫斯科的路上呢,撤回去 撤到南方去 这个其实是非常愚蠢的行动 是普里格军不懂这样战略造成的 因为普京来说,必然会对这次瓦格纳叛乱呢 进行严格的清算 这场风起拥有的兵变呢,即是退回南部去 那么这些参与的士兵呢,也会受到屠杀 特别是普里格金本人 尽管有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作为担保 但是,既然搞了这一次这么大的兵变活动 你想,普京能放得过他吗? 而且就在之前呢,普京已经生生知道 在莫斯科有内应,在南部军区也有内应 这么多内应的人必然会受到清算 所以说我们从这次来看的话 虽然说会把国防部长少尼谷和总参部长格拉辛伯夫 会撤掉职务,但也可能个人辞职 但是呢,这解决不了当前俄罗斯的问题 俄罗斯最近呢,又开始大规模招兵 就在从今天呢,他招兵的年龄呢,已经上到了七十岁 而且所有监狱里边的人呢,七十岁以下的都可以当兵 可以想象呢,俄罗斯的兵源是非常不足了 在过去的一年的一年多的这个俄乌战争中呢 俄罗斯的兵源损失非常厉害 多少家庭是去亲人啊 所以说,我们想想呢,这次是不是布里格金说和普京和谐的一个缓兵之际呢 我们现在不能确定,因为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刚刚确定的和平协议 但是,这么多拥兵中也肯定有懂战略的人 肯定会给当前的布里格金提这样的建议 我们既然造反了,就得打下去,一直打下去 开工没有回头的戒 所以说,尽管布里格金所属的这个瓦克纳集团军 有些人呢,会和雇佣兵和这个国防部签合同 所以说,一签合同以后,布里格金就失去了这个权力 当然,他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可能撤到非洲去 可能保全他性命 但是普京呢,已经认为此次活动是叛乱 那既然叛乱,结果叛乱下去 一直打到莫斯科,取得总统职位 而且莫斯科呢,也有许多人在内应 我们就,这两天我查了一下资料 就在近期呢,普里格金的知名度和他的关注度 在整个俄罗斯是非常高的 而相反,普京的知名度和受不满意度呢 却是,也是深受俄罗斯人民的反感 因为这场战争呢,给俄罗斯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我相信这场兵变呢,也是俄罗斯走向衰落的开始 尽管去年和乌克兰打仗以来已经衰落了 但是将更加衰落 所以我们纵观马格纳集团呢 即使想投降,那也是投降不了的 所以不懂战略,这个仇整多么可怕 本身能盖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没想到呢,受到了白俄罗斯总统的诱惑 受到他的蛊惑 所以说,现在停止了进攻 但是此时此刻呢,他还可以继续进攻 我们也想呢,应该是可以继续进攻的 他以后也会,肯定会后悔 当然,我们想象呢,这场战争其实对世界也不利 如果能打下莫斯科,可能世界会垫定和平 再也不会受到核弹的威胁 我想此时此刻呢,无论中国也好,美国也好 也是俄罗斯的核弹的辐射之下 普京随时随地的,想动用核武器 所以我们纵观此次,此次呀 普利格金也好,俄罗斯普京也好 还是要学解战略的 只要有个战略的思想做知道的话 人生就会相对顺利 谢谢大家